另外 武捷乡公所为了服务偏远地区的乡亲 向公路总局申请补助添购了两部幸福巴士 也从今天开始正式营运 由分为红线和绿线两条路线 会往来罗东圣母医院 乡内景点及各重要人口聚集的据点 每天八点就发车 共分为三个车次 方便乡亲免费搭乘 武捷乡未处偏远地区 乡亲要前往罗东市区 价位不便 为此公所向公路总局 争取补助两部幸福巴士 11月2号正式营运 主要是服务偏乡地区的长者 以及行动不便者 采用红线以及绿线双线行驶 民众都可以免费来搭乘 不限武捷乡亲 武捷巴士幸福开好 赞 我们比较平安地区 需要去罗东的时间 有时不够好行的车子也不过 所以我们公所就 来取新武巴士来补这个部分 提供我们的行政要去看医生 或是要去车头或是要去市场 更方便的交通的出移民 所以我们这次车辆 收到武则城政府委员的帮忙 我们国陆局 总局的三天 所以我们很顺势 你这个今年 可以把这个车辆来买好 我们一直在推动我们宜兰县的交通平权 那我们那个省乡长这部分 对这部分非常用心 当然宜兰监理站 不只在推行这个 武捷乡的幸福巴士 将来还会陆陆续续推动 郊西还有那个 那个寒西那部分 那书澳这个部分 也会陆陆续续推动 红线为富康巴士 24人座 含有轮椅升降机 每日发车时间为早上的8点 9点以及下午2点 至晨兴活动中心来出发 而绿线为中型客车 20人座 每日发车时间为早上8点 9点35分 下午的1点半 至庆兴庙来出发 便利乡亲采买 就医 红绿双线 途中都经过罗东民生市场 而终点为罗东圣母医院 单趟行驶时间约一个小时 每逢周六 周日 以及国定假日 则是停时 我们这次新鲁巴士 全部都免费 最主要是 我们用洛书回馈金 请各村 村长都全力来支持 回馈金的一个帮忙 所以全部免费 不管你的年龄层 我们的老大人也好 少年人也好 还是有一部分UK 如果是需要 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车里 有那个站 他都可以免费来装车 但是我们也希望说 装车的时候在车顶里面 希望大家都可以先收 这个拖手不要伸到车外 注意不要咬檳榔到上面 上面也不要抽烟 也不要有其他的 这个不良的一个动作 我想说尊重每一个乘客的 这样子的一个礼貌 乡长强调 幸福巴士行驶路线 都是征询乡民代表 村长社区而拟定 将先试行三个月 若有不足之处再做调整 欢迎乡亲以及游客 能够多加的利用 免费搭乘 除了服务乡亲之外 游客搭乘也能促进 五节乡的观光发展 伊兰新闻记者十四名 采访报导 幸福开刀 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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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